我希望把樂透雲裡面的歷史資料 全部抓下來 那你說老師那我應該怎麼下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嘛 開頭我都習慣了 你要幹嘛 你不是要寫 因為這個椅子有公式辦不到 所以你不要想說 請幫我寫一個椅子有公式 能夠下載這個網站的東西 我跟你講他應該沒辦法 我也想都覺得直覺就不可能 所以呢 請幫我寫一個VBA的SARP程式 也不是Function的 因為Function也不行 我們SARP直接就什麼 直接就告訴他說網址是哪裡 網址就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不用抓第三個 抓第一個好了 反正我也把這一串直接給他好了 第一個 那我們也先不要太大 我們先抓第一個 如果第一個可以抓的話 再跟他講說 你幫我延伸 把這個問題除了第一頁之外 不過他應該還蠻聰明的 那把這個IndageBate等於1有沒有 再改成1到75 並且把抓到的資料 全部彙整到Excel 看看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哇那真的效率就增加很多了 所以我就想到之後 我就把那個問題一樣 很直覺的寫上去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在 云端白板上面看到 這個是我的對話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看到 那個我上課講的這個 TrashBate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點選這一個 這個就是我跟TrashBate的對話內容 完整的內容 OK 然後你可以直接看到 而且可以複製貼上都沒問題 OK 那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要貼這個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特別強調 因為你們問的問題 即便問一樣的問題 它產生的答案 也都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這樣很麻煩 每個人看 但是一點點不一樣 對我們來說是沒什麼問題 反正就可以run就OK了 但是對有些同學來說 就會產生障礙 就覺得老師 你的跟我不一樣 哇怎麼辦 反正沒關係 重點是你會複製貼上 能夠run 結果對就OK了 因為我們基本上 主要是要得到對的結果 OK 所以細節 我會把程式碼 直接幫各位貼到這邊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簡單 你就直接拿這個 直接貼到我們的Excel就OK了 那如果假設你要看詳細的話 你可以直接到我的對話裡面再看 因為它其實除了程式之外 它會解釋 有沒有 它到底做了什麼 那我就問它一個問題 請幫我撰寫BBA的SARB程式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句話好像還蠻熟悉的 對以後的話真的不用想太多 反正我就固定一個問題 我要什麼我先跟他講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告訴他說 資料在哪裡 甚至要告訴他細節要怎麼做 你在後面再敘述 那我沒講太多了 我就是說 請你幫我下載一個網址 OK 那網址我就把剛剛那個網址 直接把它複製選起來 貼過來 貼到哪裡 貼到後面這邊來比較好了 OK 下載網址 然後把這一串 OK 然後呢 逗點 記得 就到Excel中就可以了 OK 或者匯入到Excel中 我本來想說匯入到 後來寫太多了 不用寫那麼多 我就想到Excel就好了 他應該就懂了 我本來沒寫 沒寫的話 他會誤以為說你要下載一個檔案 所以他就把什麼 把樂透雲的這個HTML有沒有 就幫你好像我記得他就變成這樣 另存新檔的樣子 他就幫你存成一個什麼 HTML的檔案 他誤會了 所以後來才加這個敘述 就是到那個什麼 到Excel中 OK 那底下他會講說他到底做什麼 這個細節部分 我想你們有興趣的同學自己看一下 那我就拿這一段來試給大家看 就是 就是 這一段的話 其實我有把一些東西刪掉 哪些呢 我前面講過 就是這個定有沒有 這個定我就拿掉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干擾你們的了解 因為這個沒有沒有關係 我就把一律拿掉 然後就把這一段 直接就先複製 所以你們等一下很簡單 就是直接Ctrl C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開始Excel 開發人員 應該都會啦 應該做很多次了 Visual Basic有沒有 再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因為你的VBA一定要在模組裡面執行 貼上就可以了 Ctrl V貼上 好 接下來的話 這一段程式他就幫我寫完了 OK 他其實還蠻厲害的 我其實本來沒有預期說他可以幫忙做這麼多事 結果沒想到 哇 他真的還蠻厲害 那其實他主要做哪些事情 這個我想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他用了一個方法名稱叫做Create Object 那Create Object的話 其實白話意思啦 就叫外掛 應該聽得 外掛應該比較聽得懂 就是本來Excel是不能夠抓網路資料的 那如果說Excel VBA他要能夠抓網路資料 就是用這個語法叫Create 就開外掛的意思 那這個外掛名稱就一長串 不過關鍵字就是XML HTTP 那白話意思 就是他可以去抓什麼呢 抓網頁資料的意思 可是他抓下來的資料 跟各位講 他並不是說你看到的這個畫面 他抓的資料是什麼 按滑著右鍵 檢視原始碼 有沒有看到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原始碼 按右鍵 他其實抓下來的東西是這個東西 哇 你說是這背後 怎麼看起來這都亂七八糟的 其實這個標籤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瀏覽器 其實為什麼會需要瀏覽器 因為他傳遞過來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 這個叫HTML 就是網頁背後的原始碼 那你說老師這個我看不懂 對 因為經過瀏覽器 就幫你翻譯了 所以變成這樣子 可是問題來了 就是他從網路上抓起來 其實抓原始碼 那你說老師我抓原始碼 過來我如果把它放你Sale 不就不能用 對 所以他做什麼事 他就幫你去解析這些標籤 然後把它轉換成你要的資料的位置 然後分別把它放到我們的Excel裡面 OK 所以底下的話 我大概就是這個外掛加上來之後 那他這邊比如說GET GET就是抓網頁上的網址 所以把這個網址給他 那SAN的話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訊息丟給主機 SERVER 那台主機 他就會把那個網頁裡面的資料丟回來 那等到我把資料抓到之後呢 再用第二個外掛 所以你會發現他用兩個 一個是抓網頁資料 一個是抓什麼 把那個HTML 意思就是說 他抓起來是HTML原始碼 你看不懂對不對 底下的話可以透過他做解析 所以他就把裡面的資料做解析 哪些資料呢 就是標籤裡面是TR 那什麼是TR 其實就是Table Raw Table的話就表格 Raw的話就列 意思是說把每一列的資料 逐一抓過來之後 再解析它裡面的儲存格 分別倒到我們Excel裡面 大概就是這樣 至於細節 因為這個實在太複雜了 我就不細講 你們有興趣的東西 自己來了解一下 以後如果發生問題 你也比較知道 到底錯在哪裡 該怎麼改 老闆說真的要寫這些 我想應該一般來說 哇實在是太難了 還是交給TRGPT好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直接Raw它了 OK 我什麼時候沒做 我只有複製貼對 那我用的也是GPT 3.5的版本 其實我不是用那個4.0的版本 不過我發現 其實3.5夠用了 因為我目前 我們沒有用那麼複雜 執行看看 執行 不要放裡面 Raw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出現了 有耶 而且它最後會有一個 這個叫Matchbox 數據下載完成 按確定 其實就這個 這個就Matchbox 當然你最後如果不要訊息的話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沒關係 那你說老師 那抓下來了 可是好像有點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它抓得好像連我不要的東西 它變成它全部通通抓下來 雖然有我要的部分資料 但是也有我不要的資料 那怎麼辦呢 一般同學可能想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自己再把它選起來有沒有 然後按優件再把它刪除 有沒有 這樣好像也可以耶 可是你會想說 既然都已經做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順便把它改正去 不然我每次都還要再下載完之後 還要再把它Delete掉一下 那挺麻煩的 所以後來我就再問一下 那個ChargeGP 說你可不可以再讓我 再加強一下 因為我只要那個表格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底下的話 對話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要先把資料抓下來 那接下來的話 要怎麼樣能夠只抓到表格的部分 因為它全部都下來了 那可是我如果只要這個部分 就是從表格這個地方 上面不要 下面的不要 那應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